在校园动态的部分来看心中 昌平国小有个特色 就是才所谓的双语实验的教学环境 因为暑假期间都会开办英语的课程 让临近的同学能够报名上课 尤其老师也排开传统课棚的教学方式 让学生都能够大胆的开口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昌平国小是双语实验学校 每逢暑假总是开设暑期 欢迎邻近的同学报名上课 以我们学校而言 我们结合了我们学校原本就有的国际村的情境 有机舱 超市 面包店 咖啡店等 那以外师上课 进论式的学习 希望他们在五天当中 全部以英语的沟通交流方式式下 去学习不同的课程 那也可以增进他们的英语的学习 外师的上课内容一向不喜欢受限于课本 所以总是让学生听得认真玩得开心 更让同学可以大胆的开口说英语 所以 有一個方向感 然後讓他們去感受 什麼是他們想要的 他們的鄰居環境 我學到一些 就是可以跟外國人 對話一些名詞 然後一些對話內容 還有語言 就是一些說的能力 然後雖然我有補習 但是補習班就只是叫你寫草的 但是這裡就是讓你實境互動 就是不會就只是叫你寫跟草 My name is Jennifer I like to eat vegetables and fruit 我在這裡能試著跟外國人講英文 這樣可以培養我的勇氣 讓我不太跟外國人感到害怕 除了在教室上課外 更是會有情境教學 所以來到情境教室 讓同學會置身其中的氛圍 也必須懂得開口面對提問和回答 不會很吃力 因為還有一個 它是會講中文會幫我們翻譯 聽得懂嗎 如果有十成的話 我聽得懂八成 敢跟他們講嗎 嗯…有時候會有時候不會 因為有的時候不會講 那不會講你要怎麼辦 就會用別的方式表達吧 所以老師也看得懂你一些 body language就對了 嗯…算是吧 不要害怕面對外國人 更不要害怕開口說話 這是大家在學語文時 必須克服的障礙 而一旦突破 相信快樂學習 也會助長自己的學習態度 記者新莊採訪八道